中风三十细念法事喜讲 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昨天我们的佛妻已经圆满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礼堂一起来 祭拜这个三十细念的法事 祈求这一次的法会能蒙阿弥陀佛加持 能蒙中风果施来加持 希望这个法事的功德 我们能够回向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 能够回向这个世界 和平 大灾化解 小灾化五 也希望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国泰明安 风调雨水 人民 能够安居乐业 也祈求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家庭建树 我们的家庭建树 我们过往的父母 我们的累劫恩亲在主呢 以我们的真诚心 希望蒙阿弥陀佛接引 也在这个法事当中 也希望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朋友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闻到正法 在这个正法中 希望能够离苦得乐 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法会当中 能够找回 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 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呢 这七天的佛期 我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们本来的面目 就是你那个自信 你的心性 本来是阿弥陀佛的 本来是清净的 所以在这个法会当中 你能够找回到你自己 所以祈求在这个法会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有形无形的终身 能够得到这个利益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举办这个三十十年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在借这个因缘呢 再一次继续给大家 洗讲这个三十十年的大意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以前一年两次 现在upgrade 升等了 四次了 无常嘛 不知道以后 我会甚至等到几次了 可能以后说 师父每个月做一次 要看因缘 所以希望在这个学习当中 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来做这个三十十年 用什么心态来做这个三十十年 那个才是关键 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态 用得不对了 就算阿弥陀佛在你的眼前 你这个三十十年的功德利益 所得到是有限的 所以心态很重要 因为原本呢 我想在过这几天 这三天里面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 为什么阿弥陀佛 要建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十方诸佛国土 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 我们要发愿 求生西方 不仅仅十方诸佛国土 连华藏世界文书普寻到最后 都是倒归极乐 极乐世界有什么特别 极乐世界有什么特色 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境界里面 我们要用什么心 能够再跟这个极乐世界融化 但是这个机缘呢 只能留在下一次的 当你明白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以我们说佛世界世界之苦 你明白之后 你那个念佛的力道 才不会退转 你跟念佛的力道 天天都在进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 进进退退的原因呢 你没有把这个事实搞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所以学佛一定要先搞清楚 我学佛的用心在哪里 我既然今天选择这个念佛法门 首先你要先认知 这个念佛法门的好处 是在哪里 你要清楚啊 不然的话 浪费时间 到最后 随着自己的习气烦恼 你还是要搞六道 那不是很可惜了吗 这个啊 所以不得已 今天又再为大家来 习讲这个三十七年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三十七年呢 实在讲 这个三十七年 我们师父上人里面讲到很多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只是来一起温习一下 作为一个提醒 所以我希望大家 当我在跟大家习讲的时候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 不好的 你要常常提醒师父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心得 什么心得 希望能够离苦的了 意中靠中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争取 就算我们今天念得不好 但是我们有这个心 要来学 要来发愿 所以我每次呢 有讲经 说实在的 古人讲还没打仗啊 那个脚就软 软 很软 就害怕了 所以你们啊 用那个眼神 微笑 来看师父 不能用这样表情 说讲什么 讲的话 这个 那我就害怕了 中风三十七年 中风果实 不愿其烦 在这个三十七年 除了为我们介绍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可思议 也是 不愿其烦的 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而在这个当下 中风果实啊 劝导我们 你一定要发愿 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不愿其烦的 从第一时 第二时 第三时的 劝导我们 所以整个三十七年呢 都是为 弥陀这句名号的功德 都是饶者为中心 都是没有别的 就你要念佛了 在这个末法时代 这个五浊二世时代 在这个诱惑的力量 这么强烈的 这么大的 你不靠这个法门 其他的法门靠不住了 没有那个更新 所以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念佛 还是要老实 而在这个三十七年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都是 为者这句名号 为中心 但是中风果实 后面又讲了一句 这个大家要记得了 能不能成就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将来能不能往生 西方极的世界的 关键不是在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上 关键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前几天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关键 就是在你那个心态 你的心态正确了 就如同中风果实所讲的 那你这句名号 恭喜你 你成功了 用什么心态呢 前面中风果实不是讲过了 昨天给大家分享 人人分上本有弥陀 各个心中种为净土 就是这个心态 用什么心态呢 就是说 你能够把一切众生 在你的眼前 能够所看得到的 无论这个人是好 还是不好 无论这个人是善的 还是不善的 无论这个人是讨厌 还是不讨厌 无论这个人 你欢喜还是不欢喜的 你只要用这种心态 把这些一切的众生 揭示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 这种的心态来念佛 那恭喜你了 将来你这句名号的 一定念得很有成就 就算现在我们看不到 但是总有一天 你就会感触得到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都是为这个中心 所以为什么中风果施 在这个三十系念里面 不厌其烦 一遍的又一遍 劝到你要好好念佛 用你的心去念佛 用你那个心态 正确的心态去念佛 看待一切人 就是阿弥陀佛 就算你不喜欢 你也当作是阿弥陀佛 来看待 你那个心就容易定下来了 你用这种心来念佛 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不仅仅将来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会自自在在 容易往生西方 而且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的感触 而我这个感触跟你们分享 什么感触呢 当你遇到什么样境界的时候 你不会被这个境界而受伤害的 这个是我最大的好处 而且在这个好处当中 不仅仅我自己 不会受到伤害 而我不会是伤害别人 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今天师父所讲的是心比心 这个是我念佛的好处 当我遇到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善云也好 恶云也罢 无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不会受伤害 就算这个人来毁谤 批评 侮辱 讲一些不善的语言来伤害我的 我也不会被影响 这个就是念佛的好处 而在这个地方当中 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用那些不善的语言 去伤害别人 为什么 人人就是阿弥陀佛 你今天伤害众生 等于伤害了阿弥陀佛 你等于跟阿弥陀佛结恶缘 为什么 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要度的 你怎么能够来伤害他们呢 人可以伤害我的 但是我那个心 从来不伤害别人 事情化解了吗 你的烦恼不是减少了吗 你现在常常把别人 当作是一个仇人 把当作别人是一个敌人 你说呢 你那个心不是常常有仇恨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邪佛的好处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 看到哪一些人是好是坏的 都是阿弥陀佛 没事 就算那个心里面有时候 有一点点难受 对不对 哎呀 师父说的嘛 都是阿弥陀佛 但是我那个心放不下呀 师父 没关系 慢慢地锻炼 慢慢地去磨它 总有一天 你那个心 会把它磨好的 学佛要这样学 不是每天拿着念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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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个计算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今天念了几声呀 我念了好多声啊 师父 多少声呀 五千声 结果呢 结果也是一样 那不是浪费时间 那是什么呢 心态很重要 你心态用对了 处处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仅仅在这个地方里面 全世界的都是阿弥陀佛 你这样的想 你那个分别心 慢慢就取笑了 你那个执着的心 慢慢地就克服了 要这样学 听懂吗 听明白吗 我用一句 中风果是在三十七年所讲的 诸人 环伪西摸吗 用这句话来问你们 你能够领悟多少呢 你能够明白多少呢 今天如果你能够明白我讲的话 你那个脸上 都是阿弥陀佛的脸上 就算现在你戴着这个口罩 但是从你的眼神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要用这种心来学佛 用这种心来念佛 你才会跟一般的生活 跟以前的人 跟你整个一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记得 纵然很难 但是你可以去努力 可以去争取 你要好好念 为什么要念佛呢 那我就借用中风果师的那一句话 在第三十有一段经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很熟悉 我念一遍 看看你们下面的那一句 你们会不会念 中风果师讲 须于被念佛之心 下面是怎么呢 大家一起念 才几个人 大家一起念 为什么要念佛 中风果师讲 当你不念佛了 一刹那时间 就是刹那很短 很短 很短 就是很快 很快的 在这个时候 你的心 你的口 你的身 就去造业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 你眼睛所看得到的 你耳朵所听得到的 你的言语所讲的 这六根里面接触六成 你那个心有没有动摇 所老实在的 有没有动摇 有啊 而且不是每一年 天天 每一分 每一秒 所以 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 教你要 天天念佛 对你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但是 但是 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 又在提醒我们 不仅仅 这个三十训念里面 教我们以这句名号为中心 也是劝导我们 你要发愿 发愿什么呢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很简单 这个世间苦不苦 我问你们 你们的经验时间可能比我多 因为师父还年轻嘛 对不对 吃的苦 可能没有那么像你们那么多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 但是呢 说实在的 这个世间 为什么会苦 最简单的 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没有一样的 这个苦啊 这个世上能够称心如意的 有多少 不多啊 所以古人才讲啊 人不如一事 常有八九啊 你看现在很多生活里面 能够称心如意的 很多吗 不多啊 像我最近这几天 有一个夫人拿掉啊 师父啊 我对我的先生我很讨厌 以前不是说你很爱他吗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一样 小小的事情 就变成这个一样 还有一个句是 哪天话 师父 我的儿子天天上 生病 得那种病 天天花钱 常常要吃药 而且这个药不是一天两天 要长期吃的 我又那么多钱呢 我可能会家破人亡 我该怎么办呢 很多啊 所以 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师在提醒我们 你要赶紧觉悟 赶紧醒过来 不要再迷了 这个人生真的很苦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生老病死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把苦交签的 你赶紧发愿 所以中风果师呢 后面啊 在第二词啊 要结束的那一段 提醒我们什么 他说 念佛之人 下面怎么讲呢 最后的 第二词 若不发愿往生 下面是什么呢 众有公恨 下面呢 一尘虚舍 最关键的 下面的那句是什么 以不顺服不往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今天念佛念得好 功夫念得深 但是你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发发愿西方极的世界 你还是在六道轮回啊 跟阿弥陀佛这一个语言而已啊 你还是在六道 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你还没解决 就算你今天生在 三三道 你还是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享福而已 你还没解决 所以下面的那一句啊 中风果是才告诉我们 你们做三十时间等一下 第二词要提醒自己 以不顺服不 佛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我们一切众生 能够离苦得了 这个就是佛 出现在这个世间的 今天如果宗教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作者道 释迦牟尼佛 属佛如来 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宗教 做不到 诸佛如来才出现 告诉你这个事实的真相 要如何来离苦得乐 而这个离苦得乐 最好的方法 只有靠这个念佛 所以今天佛所的教诲 你违背了 你不做了 你就是没有如佛之愿 如佛之教 你怎么能够成为 阿弥陀佛的弟子 这个道理很深 需要一步一步的 去起悟 去学习 去争取 去努力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就能够成就 听懂吗 听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 那你不明白 你就回去学 师父时间有限 跟你们见面也有限 对不对 今天我们见了面 再过几天 可能我们大家都要分开了 个人走 个人等路了 像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我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我印尼那个道场 现在在规划做什么 一个讲经堂 就是念佛 就是那个摄影棚 以后要在那个地方 天天讲经 不想再跑 想要定下来了 因为时间无常 看音缘 有音缘在出来 没有音缘 好好待在那个地方 讲经 常常提醒自己 除了讲经 带着大众来念佛 天天要念佛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心愿 我的愿望 希望大家 要好好用功 真的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在这个佛法当中 你能够闻到这个净土法门 你要把它抓住 不要把它放过 它是我的命根 是将来能够带我离苦得乐的 我不能这么容易 把它轻易把它放过 我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为什么 无常一来 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 师父最近 心里有点难受 怎么难受 我在雅加达印尼 认识了一个大户法 人很好 很护持三宝 不减减三宝 很照顾印尼的人民 钱所赚的 自己应用在二十分 八十班 供养给大众 那些孤儿 那些人民苦的 老人院 医院 供养出去 一家人四口 生活很简单 是位大老板 我每次到亚印尼的时候 会到他的家里 去过一个晚上 过两个晚上 那个房子很简单 生活非常的简单 穿衣服 很普遍的 很简单 用的用品 都是很简单 开的车 都是最简单的 一个好好的一个人 心脏病突然发作 走了 来不及了 这么好的一个人 就好像我们佛陀 在世的时候 是一个 极树极孤都员 极孤都长者 是那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大企业家 钱很多 百分之八十 供养给大众 所以像这一类的人 师父常常在后面 护持他 鼓励他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就算人家来批评你 不能退转 你那个心 一定要为大众 太太先生 儿子 女儿 都是很简单 很简单 不像现在的 仗着父母的那种 有钱的 目中无人 这种人太多了 特别现在的年轻人 不懂得规矩 太多太多了 所以真的很悲哀 这个时代 所以今天 我就给大家来 简单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启发 好 我们看下面 中文果实的 为我们说明 是什么 请合掌 了者 偷偷见佛 勿来 步步 西方 好 经文念到这个地方 了者 偷偷见佛 勿来 步步 西方 这几天 我已经给大家 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了 说到哪里呢 说到 我们在历朝历代 很多 很多 这些的传记里面 我们 大家 可能有 看得到 看得到什么呢 看得到 这些 诸佛 佛萨 实现到 这个世间 很多 很多 这些故事里面的 记载 这些 诸佛 佛萨 都是以什么 身份 来实现的呢 都是以 在家 居蓄 都是以 凡夫的 身份 来实现 而且 实现当中 是跟我们 一起 在这个 生活里面 一起 在一起 生活 很多人 有时候 发现 原来 他是 不是一般人 是一个诸佛 佛萨 的事件 当你知道 这个是 诸佛 佛萨 的事件 他老人家 走了 那走了 怎么办 后悔了 早知道 这样 我会 这样 早知道 那样 我会 这样 话都是 你讲的 以前不是 早知道 早知道 这边是什么 何必 当初 就是这个 我们常常 就是有这样 早知道 早知道 你不能用 这种心态 来学佛 早知道 这样 早知道 哪样 这种侥幸 来学佛 用这种心态 来学佛 我不会得力的 不能 常常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 阿弥陀佛 有时候在你的旁边 你一直都不知道 事件在你那边 你都不知道 有时候事件什么 蚂蚁 有时候事件什么 蚊子 看你敢不敢 你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蚂蚁 那个蚊子 你会讨厌吗 吵死人的 是不是这样 可能 你现在是不会 你已经可能会 是不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地方 很多出现这个问题 很多诸佛菩萨 就是事件这个反复 在家去世 来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的 真的 你为什么看不出来 因为你那个心 你那个心什么 那个心没有佛 没有佛心 所以你那个心 看不出来 当你看得出来的时候 原来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 所以你看 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中国四大名山 站着出 在家居士的身份 站着几位 站着几位呢 中国有四大名山 九华山 五台山 俄美山 还有普陀山 以在家的身份 来度化众生的 有几位 三位 三位 那请问师父 为什么诸佛菩萨 在这个公案里面 很多事件 这些在家居士的身份 还有这些反复的身份 是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希望来开导我们 来教导我们 希望你那个分别心 不要变成你将来念佛的障碍 分别心会障碍我们 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分别心能够障碍我们念佛得力 分别心能够障碍我们 以阿弥陀佛的相应 大家一定要知道 分别心是一种烦恼的根源 为什么是一种烦恼的根源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明白了 分别心为什么是一种烦恼的根源 因为分别心是执着烦恼的根源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这个讲的话比较深度 你要知道 分别心是我们执着烦恼的根源的根 在这个地方产生的自私之力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今天能够讲出这个道理 只是因为我的心里面 常常去感触到 才明白这个道理 分别心 今天诸佛菩萨如果出现 以佛的身份 你可能对他很恭敬 这个不错 你那个信心可能会升起 不会错的 我相信 就算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念佛堂 你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西方圣圣 我不用教你的 你那个恭敬的心可能会起来了 而且礼拜 很恭敬 你看每个人进来 念佛堂信什么 你不用教他 问信吗 问信 对不对 我们要送进之前 先做什么 礼佛善拜 拜 容易做得到 但是 当你走出这个念佛堂 你那个心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不用讲 一看 一目了然 不用说 所以 我们最大的缺别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比如 我用个比如 今天如果 我们有机会 比如说 现在没办法了 像以前 我们一道我们师父上人 你能够跟他一起吃个饭 然后你在他的面前 能够听他开示 然后跟他拍个照 然后能够跟他一起 你那个心的感觉是怎么样 很发醒 很感动 可能你自己不知不觉 你可能会掉眼泪 像师父 每次见到我们师父上人 先安失 我那个眼泪 不知不觉 就掉下来了 为什么会掉下来 因为他的慈悲心 感动了我们的 我跟你在一起 我为什么眼泪掉不下来 为什么 慈悲心没有 我每次见到他 眼泪就流下来了 而且我在想 我过去身中 可能修了一点点的福报 才这一生当中 能够遇到一个高身 而且在这个高身当中 我又能够机会 我来供养 你说 这个好不好 你那个心情怎么样 你的心情很快乐 是不是这样 就好像你见到我的时候 是不是 哎呀 见到写悟法师 心里很开心 就算没有掉眼泪 没关系 是不是 那种心情 但是当你遇到一个 你不喜欢的 你讨厌 你厌恶的 你那个心情会这样的吗 会不会 你能够用在 你那个老和尚的心情 然后用在 你在你一个 你不喜欢 你讨厌的那一个人 你会吗 打死你 你也不会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不相信 你去找一下 你以前你最讨厌的 那个人 然后你跟他讲 阿弥陀佛 我以前可能对不好 给你鼎里善败 你会这样做吗 不可能 就算有 我们也很少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前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今天要来这个地方念佛 好不好 很好 你要在这个地方来做三十信念 好不好 很好 我要来在这个地方来发心做义工 好不好 很好 我要来这个地方来为大众服务 很好 不好 很好 但是你那个心态 你要先清楚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念佛是为了什么 我为大众服务是为了什么 心态 不要在服务当中的时候 做义工 看到一个人 你不顺眼的 你当做这个丑人来看待 一个人不听你的话 你就对他一种偏见 你能够用下心态来看待一切众生吗 是不可以的 众生本来都是佛 只是因为现在迷冷 不知道他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会做出样样让我们很难看 让我们很难受 但是我们作为写佛的人 念佛的人 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心态 就是用这种心态 就算我们今天来服务大众 看到你一个不喜欢的 你要把它当做什么 我在锻炼 我来修行 我不是跟人家结恶缘的 我不要跟人家来结烟酬的 我要来修行 我要想要离苦的了 他是我的老师啊 你用这种心态来看一切事 看一切人 看一切物 你整个人生真的是不一样 你要记得 眼前的路还很长 后面的路已经过去了 就算很多让我们 堪堪可可的这些 让我们很烦恼 已经过去了 不用再想它 去想我们的未来 未来还很美 能够放得下的就放下 能够放得去的就放去 不用去计较它 人生无常 活在当下 就算很不愉快 就算不能称先如意的 我们也要去努力 让它能够减少 这个是我们念佛的精神 学佛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学 所以中风果师啊 在第二十 有一段经文 才为我们不厌其反的 来提醒我们念佛的人 哪一段的开示呢 当杂乱念佛杂乱之情 能举起一念 下面的那一段是什么呢 下面的那一段是什么呢 当你的心杂乱之情 能举起一念 这个一念 下面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 你们不是常做三十七年吗 等一下 师父 我看一下 师父看一下 这什么 哎呀 常常做三十七年 你还要看书吗 要背起来 还需要这样吗 来不及了 下面的那句告诉我们 如对尺寸 暗定六至活明 亦已出口入耳 就是这个了 什么叫做如对尺寸 尺寸讲的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这句名号 你能够用这种心态 来看待一切众生 就如同来看待一切 皆是阿弥陀佛 你还会有问题吗 你还会跟人家计较吗 你还会跟人家争执吗 你还会厌恶吗 你还会讨厌吗 还会不喜欢吗 可能没有 就算有 起码你那个烦恼 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诸佛菩萨 视线在这个世间 以菩萨 以在家居士 以反复的身份 就是在这个地方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什么呢 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就是要教育我们 开导我们 开导我们 开导我们什么呢 你要常常培养 培养什么呢 培养一种平等的心态 来看一切人 看一切事 看一切物 无论 无论今天你学的法门 是念佛法门也好 禅宗也罢 无论今天你学的 是密宗也好 教下也罢 你要常常用这种心态 来培养啊 因为这些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包括药师佛 阿弥陀佛如来 都是以平等的心态 来看待一切众生 所以称为他佛 那请问师父 这个境界我做不到 那我该怎么办 以我现在这个喜气烦恼 这么重 这样的境界 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能够平等一切众生吗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又在提醒我们 纵然现在我们做不到 但是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你可以去争取啊 你可以去努力啊 就算现在我们做不到 你可以努力啊 我会尽心尽力啊 我要来做啊 前面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起码对我的好处 我不会受到伤害 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你要耐心去做啊 真的耶 你要去争取 你看那个《往生传》里面 那一些念佛往生的 比如说那些老阿公老阿婆 他不认识字耶 也不会讲经啊 当他人家劝导他 去念佛 你会成就 你将来会跟他们一样 他也是争取啊 也去努力啊 一句接着一句 一变又一变 最后呢 他真的成功了 难道我们跟他比不上吗 Hello 难道你跟他比不上吗 他能够做得到 难道我做不到吗 你们大家就行 大家能够做得到 你可以争取 没关系 总有一天 你会得到 弥陀的加持 真的 像那个 前几天我跟大家讲那个故事 宋朝的 那位祭司 学人他的先生 跟他不同 不是念佛的人 他的先生 历朝历代 他的祖先 都是修丹的 都是炼丹 就是修道的 但是没有方案 因为他的心 希望的先生 好好念佛 为什么 炼丹也是一样 总有一天 他还是离不开 六道轮回 还是不知究竟 还不如念佛 没想到 虽然他现在是一位反复 我现在没办法 但是他的心 用功 争取 努力 天天念佛 没想到 阿弥陀佛来帮助他 阿弥陀佛来加持他 在空中看到阿弥陀佛 当他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想起他的先生 把他先生拉出来 让他先生看到了 真的有阿弥陀佛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没想到 他的先生 后来也念佛 不仅仅是念佛 将来 他们两个同生极乐国 你说呢 他是反复 还是圣人 他也是反复啊 但是有这个心啊 他是争取 我们也可以啊 所以中方果是告诉我们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 无法完全做得到 但是我们不能说 我做不到啊 然后你用你那个心态 是什么呢 我不学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因为我们将来有一个使命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去成佛 将来成佛 我要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你要用什么心态呢 我要去学 你能够学多一点 你就能够得到一点的受用 你能够学二点 两点 三点 五点 你就有得到五点的受用 这个好处为什么不学呢 如果今天我们完全不学了 不做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靠自己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种的心态 如果完全学到了 依教奉行了 那恭喜你了 你念佛的境界 就像此地所讲的 了则偷偷见佛 勿来步步西方啊 明白吗 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你所看到的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离开你的 你所遇到的境界 虽然我们现在活在五周二世 但是你的心里面所看到 就是一片的境土 就是一片的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学呢 要好好努力 最后 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值得我们来看 来听 而且希望能够启发 因为时间还有五分钟 我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讲完 没关系 明天继续 好像看脸戏剧一样 以前啊 师父啊 我是说以前啊 不是现在了 以前师父啊 很喜欢看脸戏剧的 一看了 有时候不知不觉 天就亮了 然后呢 睡不着觉 再来后悔 哎呀 为什么每天看这个脸戏剧 看得很头头 真的啊 我问你们啊 有没有看过脸戏剧的 请举手 特别现在的那个 那个脸戏剧 那个 那个 演那个生活 现在的生活的 那种 那种 那个脸戏剧的 很多嘛 有时候人家想 哎呀 那种安慰啦 那种安慰 有不然呢 怎么好过日子呢 只能够用在这个 看脸戏剧的 对不对 我们也没办法啊 特别是老人家啊 老人家有一种毛病啊 最容易是什么 患得患失啊 所以 心不定啊 那怎么办呢 看脸戏剧 这不能怪 那我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过去呢 在古印度啊 在古印度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了 有一位菩萨 这位菩萨很了不起 很精进 很用功 那这位菩萨的法号呢 叫什么菩萨呢 名叫做无助菩萨 无常的无 无助菩萨呢 他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啊 他有发了一个愿 什么愿呢 就是说 他一生啊 要见米勒菩萨 他要见米勒菩萨 他一生 我最想见的 就是米勒菩萨 像我们 我这一生最想见的 就是我最爱的老公 是不是 还是最爱的老婆 我这一生最想见的 就是阿弥陀佛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 这样比较好听嘛 这个整个气氛 就带动起来了嘛 对不对 我最想见的 就是阿弥陀佛 头一个就是阿弥陀佛 以前手机放在第一位 现在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 以前脸须须 放在第一位 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 处处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无助菩萨 他的愿望 就是想要见米勒菩萨 所以他去发愿这个心 那你要见米勒菩萨 首先你要先学米勒菩萨的法门 米勒菩萨的法门是什么呢 叫做 就是专门修慈悲心的 你那个慈悲心不够 你想要见米勒菩萨 是见不到的 但是你那个慈悲心 修成功了 米勒菩萨就在你的眼前了 所以他很用功 对这个法门很用心在学 但是 说实在的 这个法门不容易学 你千万不要想要去学这个法门 你学到最后 你也不会成功 真的 还不如老实念佛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天天能够看到米勒菩萨 真的 你天天能够看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米勒菩萨 每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 来教书 所以你天天可以看得到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问他老人家 因为米勒菩萨天天来 来教什么 就是教这一课 而且 你想要去参访 米勒菩萨的地方 的道场 多帅内院 随心手艺 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而且米勒菩萨 听到你 管音量 管机师 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是VIP的 特别的优待 因为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不相信 你试试看 就像好像我们在这个念佛堂 这些义工 在这个念佛堂可以走来走去 是不是 随便 他要干什么 他要做什么 随他 你今天如果站起来 在那边走来走去 行吗 可能你走出去 眼睛人家看着你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 无助菩萨 就是发这个愿 修这个慈心三昧 他为什么要修这个慈心三昧呢 就是希望来见这个米勒菩萨 为什么他要见米勒菩萨呢 就是要让米勒菩萨来给他印证 我这个慈心三昧有没有成就 结果呢 因为他这个心态 到了深山发愿去修苦行 一住几年呢 三年 而且很用功 很精进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有没有 有得请几手 无助菩萨 很用功哦 不能说没有用功 很精进的 结果呢 三年后了 无助菩萨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有没有受到感应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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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明天才继续 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希望这个故事 希望这个故事 能够启发 对于 我们 这一生当中 来学佛 今天呢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 大家 多多批评 最主要的 刚才我讲的 我们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为了这个法会而已 也要来调整 我们的心态 我们今天的念佛 也不是为了别人 也是为了你自己 调整你的心态 我今天的诵经 也不是给佛菩萨听的 也就是一样 又给了自己 有没有清诚心 所以念佛不在外面 念佛不在多 念佛不在 你有念多少声 你那个心态 才是一个关键 好好 祝大家 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幸福美满 祝大家 努力念佛 再过几天 我们大家一定要 已经要要 迎接这个新年了 二年 二三年又到了 等于我们的寿命 又少了一年了 时光又少了 生命又短了 那你要好好念佛 希望我们将来 同生极乐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